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最后一天嘛 小朋友们可能不能经常见面 学校附近的公园玩 把小孩子都聚在一起 但是只有我们四个家庭 都是妈妈们 所以说就是大家带一些小点心 带给孩子吃 我今天想准备一些中国的蛋卷 还有一些小的snacks呀 Feed food呀 还有一些水果之类的 所以我要准备好 准备好的时候我下午直接去接大女儿下课 我们就直接去公园玩 在这边的妈妈也不特别好 就是大家会在群里讨论一些日常呀 会经常沟通一些教育孩子的问题 那我们就去准备食物啦 然后孩子们会有一个很愉快的下午茶时间 还给小孩准备了easter egg 还有boney之类的这个东西 所以应该还是很有趣的一个小聚会吧 现在就去准备吃的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准备什么吃的吧 准备好食材啦 我给大家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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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要去接我的大女儿下课 我顺便就去公园了 你看看这装备 水壶 它的Scooter 好多吃的 今天天气很好 很不错 就是装备有点多呀 因为睡着了 现在在路上 每天下午这个时候就要去接小孩 慢点 慢点哦 好多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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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从那个公园回来了 喝杯啤酒 这是冰的啤酒 干杯 公园里好多人啊 就是很热闹 就大家玩得很开心 不过好累 因为我要这个手抱着我的老二 还要去给他推那个鞦韆 好辛苦 但是他们都玩得很开心 他拍了一些照片呀 一些视频呀 就作为回忆 结果还蛮好的吧 这个啤酒还不错 我大女儿她曾经觉得 妈妈给我们送来的这个巧合里 就是她自己做的 汉的妹的 好喝 还不错 喜欢就是这个时候 坐下来 喝点啤酒 吃点牛肉 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属于我自己的这个时刻 放一点点 主要是音乐 就回来我还是有点饿的 就是你要适当的去套劳一下自己 烟熏三文鱼 就是那一天 他就是想吃了 他就不吃了 就不吃了 吃了 就不吃了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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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吃了 吃了 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做健身 他自己就在旁边玩 基本上你没有见过他哭 就每天很happy很开心 觉得他性格特别好 可能是就是孩子的情绪 跟妈妈的情绪也很重要 因为我感觉就是 今年自己的情绪就特别好 所以小孩子也很开心 他就每天嘀嘀嘀嘀嘀嘀嘀 是的 对 姐姐在外面玩 我们刚刚吃完之后 妈妈群里又发了一些信息 就是下一次一定要带爸爸一起去 两个孩子的时候 你得左手抱这个 然后右手还要去推秋千很辛苦 就有时候你会很累 如果爸爸也在的话就是很好 但是今天都是上班时间嘛 所以爸爸就都没有办法去 妈妈现在有的是在拿产假 有的是在做part time 所以他们也有时间 我们约好下一次去海边直接barbecue 早一天爸爸是day off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再去 我们又制定了这么一个计划 好了 今天的主题就结束了 今天做了蛋卷吗 给他们吃 他们吃 哦 很好吃 会继续再学习这种baking吧 但是其实他们英国人的baking要比较厉害 就像我邻居他就很喜欢做baking 自己做蛋糕啊 或者做一些巧克力饼干 做的可能比较中式口味 做的就比较西式口味了 就巧克力糖会比较多 Anyway 反正就是很开心 每天都开心吧 我觉得生活蛮好的 就是一定要充满希望 充满感恩 我们就会开心的过感恩节了 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心哦 拜拜 拜拜 拜拜